也是晚間最新來開始彰化臺76線 一部滿載水果的小貨車 疑似遭到了大貨車追撞之後 衰落30公尺高的高架橋 車內父子兩個人送醫後宣告不治 而不幸身亡的駕駛 還有兩名在念書的女兒 目前就讀大二的女兒 疑似是打算休學 要來幫家裡頭維持家計 講起事故的原因仍有待調查 高架橋護欄被撞爛 一輛藍色小貨車掉落在橋下的草叢堆裡 翻轉成90度 車體嚴重扭曲變形 幾乎看不出原本樣貌 消防人員急忙趕到現場救援 將傷患抬上單架 5號下午1點多 彰化臺76線西向13公里處 一輛載滿水果的小貨車 疑似遭到大貨車追撞 從將近30公尺高的高架橋 摔落到橋下的園林大牌 48歲的王姓駕駛 和72歲的王姓副駕 送醫搶救後皆不幸宣告不治 就對王姓副駕 原本從北部南下園林 要披水果回去賣 48歲的王姓男子 有兩個女兒 一個大二 一個高二 目前大女兒疑似打算休學 幫忙維持家計 沒有那個行事這樣 大叔在那裡嗎 對啊 你告訴我你怎麼回事 沒有啊 我說話啊 45歲的大貨車駕駛 疑似是追撞 才導致小貨車翻落水溝 不過真正的事故原因 還有待進一步調查釐清 記得綜合報導